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一个运动员需要精力多少 才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 张家豪 17岁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可救药的 爱上了滑雪 一开始 他跟着朋友一起玩 在技术逐渐成熟之后 参加比赛 然后用比赛获奖的奖金 以及打零公斩的钱 自费出国 专项训练 丹麦滑雪危险技术极高 张家豪的左右手脚都拽舌过 两次肺部出血 嘴里缝过时针 多次脑震荡 而这一切后果 都是他自己个人承担 最终 他从一个零基础的业余滑雪爱好者 油门一路轰到底 成为了国际决联 排名中国第三的 单板滑雪选手 拿下了诸多国内外赛事的名次 2020年的9月1日 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的梦想是站在北京冬奥坏的出发台上 等等 奥运会不都是国家队去参加的吗 一个人也可以参加奥运吗 来吧 聊 首先我们要知道 张家豪所参加的单板滑雪项目 入围标准是什么 国际雪莲要求 在2019年7月至2022年1月16号之间 国际雪莲积分达到50分 排名在世界前30分 并且世界杯分战赛或市井赛杀戮前30名 满足这样的积分和排名之后 才有可能参加冬奥会 最后要向国家提出申请 因为是代表中国出战嘛 既然国家队可以参加 个人也可以参加 为什么张家豪不直接加入国家队呢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从相关的报道中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单板滑雪运动中 小苏神苏一鸣4岁开始滑雪 14岁进入国家队 去年10月 他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完成 内转转体1980度的选手 在苏一鸣出场之前 他就已经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 这是中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上 夺得的首枚世界杯金牌 创造了中国单板滑雪新的历史 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今天能赢了我第一个世界杯的冠军 这个时候苏一鸣才17岁 而同样是在这个年纪 张家豪刚刚开始接触滑雪 入选国家队是一场青少年期间就已经拉开畜牧的激烈竞争 我国国家队的选拔制度简单来说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三级训练网络 运动员在青少年时期逐步由区县的业余体校到省直下市的运动学校 最后到省级专业队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国家队 并且运动员的身体年龄与巅峰状态关系紧密 我国奥运冠军成才的训练年限平均为13.85年 而不论男女 我国奥运冠军的年龄分布最高峰处于21至23岁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奥运冠军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专业训练 张家豪面临的难题就是在选择之前就几乎失去了上岸的机会 我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不会觉得是一个 有可能我早五年滑雪十年滑雪 那有可能我那一切都变了 那可能在之前的时候 我家长根本就不可能让我去 所以此时此刻那就是最好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张家豪 能够把自己训练的胆敢参加奥运会呢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 为什么不是在其他的项目中出现了这样一位草根英雄 而偏偏是单板滑雪呢 我是从2012年的年底第一次在南山华市场 就旁边这个坡 当年就是玩的玩公园 尤其玩自由式的 包括单板双板都一样的 都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就比较熟都在一块玩 当时没有什么教学体系的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 你都国外的博来品 公园的人比较多 要多就是像我切头像我玩 你摔一下吧 他给你知道知道 或者他给你说说可能就好一些 实际上 哪怕在国外 单板滑雪也是一项很新的运动 双板滑雪的英文叫做skin 单板滑雪的英文叫做snowboard 这两项运动 除了都有滑雪两字之外 并无太大关联 人类在八千年前 就已经用上双板在雪上滑行了 可是直到五十多年前 世界上的第一块单板滑雪板 才在美国被制造出来 有传言说 单板滑雪新风 Jack Bottom 把冲浪板的尾棋拆了 直接丢到雪上去滑 虽然这一传言有待考证 但是从运动形态上来看 单板滑雪 看起来更像是冲浪或者滑板 都是运用核心力量左右摆动 这项自由而年轻的运动 直到近期才受到奥运会的青睐 2014年 也就是小豪刚接触单板滑雪的第三年 单板滑雪抛面障碍项目 才正式进入奥运 2018年 大跳台项目才想此殊荣 张家豪自主训练的这十年 刚好吻合了单板滑雪 他从一种民间运动 向国际大赛事转型的过渡期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好的 从民间向上 出售人才的时期 我们把它称之为天时 因为这个奥运会从这个申办下来以后 尤其这几年 从一个认为滑雪这个贵度运动 变成一个大种普及的 非常普及的运动 2022年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举办城市 北京 2015年 北京成功申办了 2022年的冬奥会 就在那一年 全国多了108家化学厂 700多台造雪机 可是 想要在民间培养出 职业化学选手 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实际上小豪 我们是这个学厂 我俩认识的 对 这个学厂 他非得挑残 不会刹车 直接非挑残 下来叫一边 以后我说 你得学习别的东西 这个学上的事 是由学下决定的 实际上从跳台的出息 一瞬间跟学上就没有关系了 全都是空中的动作 空中的动作是根据来蹦床 来形成那种运动习惯 和运动轨迹的 跳台过程中的空翻 转体 抓板 等技术的工作 都可以通过蹦床 来模拟训练 以此增强选手的平衡感 与腿部的肌肉力量 后来我们接受了一个 国家队推理运动员 游行池的一个金龙 真龙 对 真龙哥 真龙 他带着我和一个朋友 去那个长春的工具中心 然后我们练了一个月 才知道有这个 有这个通过蹦床 来进行辅助训练的 就在那个奥地中心 咱们那个 有一个幼儿园的 那个地方 小朋友跳的地方 我们就去 就是200块钱一张卡 能跳10次是吧 10次还算一次 对 11次 后来因为这个改建 就是小朋友跳的 蹦床那个地方就拆了 拆了对 然后张叔就找了一个 足球场 那么一空地 就团结伙大家 一起买了一个蹦床 咱们6个人吧 6个人 就几个朋友一起 然后每天上班之前 下班之后 就全聚着一块 拿着那蹦床那儿 拿着那蹦床的板子 就在那儿跳 那会儿全中国就没有蹦床管 对 因为谁会想到这个东西呢 2015年往后就从奔流开始 有了蹦床有了基建之后 就那一年 咱们中国得诞生了10个红帆 对 场地设备的不断完善 造就了张家豪自我训练的弟弟 最后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和 我最开始滑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基本功 也什么都不知道 就正因为不知道 就去了 为了这份热爱 张家豪激进赌上了自己 后来所有的青春 当然去新西兰的原因 也是因为夏天的时候 你要想练得更好 你对你的动作 想提高难度 你夏天你肯定也要继续练 我不可能只能待在冰箱里 我第一年去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出国 15年 我攒了一年的钱 就是一个月挣3500 我攒了一年 最后加上年终奖 一共有3万 去新西兰 然后提前买机票 提前买机卡 然后跟朋友一起搭着住 当然我其实特清楚 我在超市里边 买什么东西都买最便宜的 挑那盐 也挑少几块钱的 待了两个月 去之前先把膝盖掰伤了 到那之后刚好 划了不到一个月 划了不到二天 又把脚腕给弄伤了 其实给自己设计的那个计划 根本就不恰当 就不靠谱 就完全没概念 就是想跳 想滑 想练 就是那属于是往前一直冲 大力出奇迹 张家豪的记忆 在艰难与迂回之间不断被磨砺 而一个曾经从未浮现过的念头 开始蠢蠢欲动 当时出现这个想法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参加新西兰的一个周级杯 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从那场比赛的时候 我获得了一个全中国最好成绩 然后也是跟世界一线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从那会儿的时候 我在想 或是六年以后 咱们的北京冬奥会 有没有可能说尝试一下 要是真能参加 那我滑雪这事就算半漂亮了嘛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滑雪疯子 为了奔赴奥运 张家豪飞变全球 共参加了15场比赛 荷兰的最终挑战 张家豪完美发挥 但遗憾的是 荷兰占高手云集 其他选手技高一筹 张家豪没有进入决赛 历经两年时间数万公里 张家豪孤注一致的一个人的冬奥征途 止步于荷兰 我觉得我要的不是最后那个真正的说 我能够到多高的一个高度吧 我可能要的就是 就相当于我是一台 这个1.8T的这个发动机的车 我就想试试 油门踩到底之后能跑多快 尘埃落定 这辆车难道就要熄火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丹板滑雪的运动员张家豪 负责这一次的赛事结束嘉宾 他参与到了更多的冬奥文化的传播中去 我现在是大一的学生 北京体育大学的 人生也启成像新的真诚 可是这依旧不会是这个故事的终点 随着民间对冰雪热情的不断提升 或许有更多的张家豪的故事 将会被书写 像小豪这个 他是从我们民间玩起来的 他能参加冬奥会 你说这个群体是怎么样了 可能是越来越大的 他能参加冬奥文化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